在文化部政務次長彭俊亨的尖交下 原國父紀念館館長梁永斐移交印信 給新任館長王蘭生 完成他在國館兩年多的任職 並預祝王館長能帶領全體同仁 邁向更好的未來 新任國父紀念館館長王蘭生 承擔任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副主任 長達七年的時間 熟悉文化事務 具有建築與規劃設計領域兩種專長 未來的國父紀念館將借助他的長才 讓紀念館有全新的風貌 國父紀念館的形象 長期以來讓人家覺得莊嚴隆重慎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帶入一點新的 這個活潑的性質 包含展覽相關活動的這樣的一個策劃 都能夠盡量提怎麼樣 接近市民的需求 然後提供不同的這樣 親近國父紀念館的這樣的一個角度 除了文化部政務次長 彭俊亨兼交 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李德權的貴賓 也應邀出席 建政這場交接儀式 也期盼未來這個已經歷經半世紀的建築 能夠在新館長的帶領之下 與市民朋友的關係更親密 接著從大華參謀報道 全新的的情報 全新的雷夥 全新的雷夥 1 2 7 9